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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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那绝还行吧 刘庸 你怎么会被捕先知呢 当今之事 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 那风一刮 就能看见他往哪边倒 昨个晚上 皇上在御书房一召见 他就慌了神了 那 你怎么知道 他说些什么 送些什么礼物呢 殿下 臣与和珅同殿微臣那么些年 兵炭不同颅 较量了何止是一百个回合呀 他那点品性我可是太知道了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 我说殿下 不收 白不收 对 赵丹全收 多谢殿下上光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老奴真是罪怪 碰痛了殿下的脚 老奴最高 何大人 快请起 快快请起 不 老奴能跪在您的脚下请罪 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请罪 何大人 您是本朝重臣 何罪之有 殿下有所不知 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事 老奴曾经禁言暂停善位 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 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弥天大罪 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重心 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 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 老奴定会干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 极力称颂皇上 辞心慧言 选中殿下做皇太子 老奴 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 记得十年前 在石宫悬浮 老奴曾经见过殿下 殿下目光如炬 两耳垂间 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 龙行虎步 沉默寡言 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 毕殿下也 今日 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 老奴从心里确信 最好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 明军即明军 千秋万代 国泰明安 国泰明安 既是出于忠心 既是出于忠心 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何大人 快快请起 多谢殿下 快快请起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那老奴就到此了 请 多谢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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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奴婢没有叫错 这声寒只是提前了几天 正月春元旦 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来人 把小姐也领到内院去 多谢殿下 和珅是最惊于此了 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 最难抵御的 是美女之妖也 金银珠宝之光亮 是啊 这么多贵重的礼品 怕是和珅 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 不不不不 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 这么说 和珅是富可敌国 何止是富可敌国呀 柳雍 臣在 我素质你的忠心可照日月 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殿下 能否免臣一死 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呢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对你 我只记功 永不论罪 殿下 陈刘庸从不要功 只求罪能免死而已 放心吧 刘庸 一言九鼎 殿下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请直言 我就先给殿下 交一个国库的底 每年除去开支 年终国库的结余 只有二百多万两 二百多万两 二百多万两 并非黄金 只是白银 那和珅的家产呢 和珅的家产 举臣多年征训所致 和珅的家产 是国库年终结余的四百多倍 四百多倍 四百多倍是多少 四百多倍是九万万两 就是九一两之数 九万万两 九万万两 正是九万万两 和珅的和珅 九万万两啊 四百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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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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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贾清听政半年有余 朕虽已退位 但秦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 皇帝还年轻 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 持国之路遥遥 至少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 诸位爱卿 有本早奏 无本退朝 太上皇有旨 有本早奏 无本退朝 臣有本 刘庸 你还有什么本 太上皇 皇上 臣已有本奏集 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用眼 刘庸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父皇 儿臣已读过了 那么你的意思呢 儿臣的意思 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 忠心耿耿 为官亲 你想刘 儿臣想刘 是刘还是去 这 儿臣想 父皇 简单点 是刘还是去 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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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我怎么觉得 那场宫灯挂歪了 弥卖的 诸位爱卿 我怎么觉得 那场宫灯挂歪了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坏太上皇 的确是歪了 对 是歪了 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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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爱卿 何爱卿 你去把它拨正了 太上皇 往哪拨 你不是看出哪歪了吗 是 弄在这就去拨 就是 这儿 人 突然 拨拨 回忍 找来 荣 好 回太上话 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 把那盏灯拨正了 好 好 这下好了 皇儿 父皇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这么多了 我现在看出市政了 刘爱卿 朕准你知事还乡了 刘悠 还不谢恩 谢太上皇 皇上 恩典 下去吧 都下去吧 退朝 退朝 刘勇 那河大人没走 你怎么先走了 是 我说主席 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 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是的 下得定了 我已经不是官 而是一个老百姓了 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 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公顺不公顺 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尔的老百姓是不是公顺 大尔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公顺不公顺他高兴不高兴了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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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何大人肚子里能撑船 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 就这么走了 你我童殿为官几十载 你童殿子这么一走 我心里还怪空着慌的 今后我在跟谁斗着玩 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玩笑喽 刘大人 说句正经话 辞去返乡路途遥远 盘缠高吗 不够的话 何某奉送几百两银子 不必不必了 谢谢何大人的好意 这人之不同啊 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 锦衣还乡 八台大教 前呼后拥名罗开道 辅道周献各籍迎送 流水宴席宴席流水 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 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 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 那就不下是几百两了 这我可是划不起啊 那么刘大人 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老驴一头 古人一个 青庄为福 隐姓埋名 荒村野店投诉 鸡鸣抬头看天 白宝串钱也就够了 如此看来 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了 行人 不不不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奏明圣上 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 供你一样天年 如火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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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了 何大人圣情我在这里多谢了 老朽回到乡下 耕毒为乐 诗书传家 粗茶淡饭 豆腐菜根 苦是苦了点 可是跟河中堂的前程比起来 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 一个下地狱了 刘勇啊 刘勇 这么多年 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 刘大人 刘勇 既知如此 何必当初 想当初 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 那么此时此刻 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何大人你误会了 我刘勇 要是跟河中堂 您同流合污 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 一个下地狱了 而是双双下地狱了 可笑不可笑 这天太可笑了 没什么可笑的 何大人 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我当然没有忘记 那就好 咱们关于天堂地义的争论 就等到那一天 哪一天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 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你站在牢门之外 我站在牢门之内 对 你想得到美 行了 柳佑 至今为止 能关我河山的牢狱 还没盖起来呢 是吗 行了 船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 你孤望言之 我孤望听之 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 我宰相肚子里能乘船吧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 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到你河山的 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不管在哪 不管在什么时候 要想搬到火河山 比等天还难 是 因为你通天 对 你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通天 我就是通天 正因为我通着天 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 而不是你留佑 除非天塌了 但是现在 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 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 不留神这么一面 你可就碎了 没那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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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了何大人 没了 走着瞧过您哪 刘盈 你不担心 走着瞧 又还会 等了 你不担心 如果有 behövt 又去一面 不担心 你不担心 不担心 今儿个皇上恩准了你 告老还乡的奏本 是 这下好了 再也用不着整天的 被你提心吊胆了 是 是 老爷 我真想带着老爷子 跟你回山东老家去 过几天清静日子 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 咱们做晚辈的 理应考虑得周全一些 我刘庸入朝为官几十年来 两袖清风 从没拿过人家一两位心钱 如果不是老泰山实时的接济 我刘庸恐怕撑持不起这个家来呀 山东老家历来贫穷 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 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 夫人啊 你看这样可否 你先在京城边服侍老爷子 边等着 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 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妇女两个 还有烟翠他们过去如何 老爷 就照你说的办吧 好 老爷 陕西多多唐宝梁求见 快快有请 快有请 我先回避一下 好 好 刘大人 多人不见 多人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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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请坐 不客气 请坐 习客 请上座 上座 上座 您是习客 泡茶 此次进京素职 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是的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怎么样 老王爷现在还好吗 还是依然如故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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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去溜彎去了 刘大人 我此次进京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鸣朝廷 传闪一带 老爷子回来了 老太爷回来了 来来来 您这儿坐 您这儿 老爷子 老爷子 陕西都督唐宝梁来看您老人家了 陕西都督唐宝梁来看您来了 唐宝梁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梁 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梁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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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 好好 您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 对 好 您坐 往这边来 慢点 老人家真是的 是啊 唐大人 您刚才说西北军情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先别说 老爷子 老爷子 老爷子在那儿 老爷子 他耳朵被听不见 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葫芦话 现在就是火上亡了 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 您就说吧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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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山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 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川山白莲教 您再说一遍 白莲教兴师动众有十万人马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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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点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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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别不是在骗我吧 你人怎么说话呢 骗你有我什么好多 你咋不是骗我呀 我这条贬单 已经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 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 就是一个欺贫小芝麻官啊 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 老爺 我跟你说 这人不能冒相 海水不能斗粮 他老话说得对 这包子有肉他不在这儿上 您这话说得对 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 可是老个儿 我是个粗人 牛眼不识泰山 可是我这肩膀头是再领不过了 这分量有多轻多重 我知道 即使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浴室的小门官 也衬个十条八条的 这挑挑都能压得你一路上 屁绷得跟放鞭炮似的 您这挑的好 清实 我跟你说 这人跟人不一样 我们老爷是大大的清官 清官 俗话说得好 三年青之府十万雪花银 压根就没有清官 何况像您说的 老爷他两任之府 又高升到巡府总督 还主政过户部公部 三任吏部上书 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 怎么就这捏不稀的回老家了 进了家门 见了儿孙 拿什么做见面礼 我们家的儿孙 他们不要见面礼 这可难说呀老爷 老爷 这可难说呀 您要是进了家门 见了哪个孙少爷 他要见了您 伸出一双小手 他说 爷爷 您从京城里给我烧的金元宝呢 我看您的脸往哪搁 往哪搁 往裤裆里都搁 来 你再去吧 先生 小夫人捣膽 请先生到舍下收拾片刻 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我诸仆与小娘子素物相识 还是不打扰了吧 不打扰了 还得赶路呢 老爷 老哥 老爷这么大岁数了 还命犯逃活啊 看来这运气来了 想逃都逃不脱啊 少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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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 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先生啊 不必客气 先生 歇息片刻再早也不迟啊 不必了 不必了 要么呀 是老爷眼花了 要么就是糊涂了 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万流 老爷怎么不下旅啊 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呢 老爷 老爷 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是的 说过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说吧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 这缘分是天定的 我的这头驴呢 也该啃几口草了 咱们几个人呢 也该喝几口水了 对对对 您就下来吧 老爷 下来吧 弄家伙下来 可不是嘛 弄家伙下来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 先生 请 不是先生 是老先生 先生 您太过谦了您 您还不老呢 身板儿还硬了呢 还硬了呢 先生 你边走 行行行 来来来来 张成 把梨拴上 我把梨拴上 拴上那边去 等着你 先生 这儿走 拴那儿啊 过来一块过来 好 里边坐 先生 都喝口水 慢点 谢谢小娘子了 先生 您慢走 好好好 里边坐 不去了 好 有个读书的 里边不去了 里边不去了 就在那坐了 有个读书的 君子好球 有个读书的 哦 小读书的 小读书的 小读书女 君子好球 哦 谢谢小娘子 哦 来 哎 小哥 给你茶 谢谢老爷 宝儿 张成啊 宝儿来见过先生 来 先生 起来起来 老爷老爷 这地还有点不平 宝儿 见过这先生了 看见了 发好看吗 说吧 不好看 宝儿 以后读书啊 可别趴在桌上了 时间长了 久而久之 就跟这位先生似的 成了罗官了 连个媳妇都逃不着 胡说 放肆了吧 小儿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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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小儿啊 这令堂说得极是啊 啊 这勤学苦读是对的 这书生啊 是战要有战相 坐要有坐相 进过关帝庙吗 嗯 哎 那关老爷 丙竹通宵达旦 读春秋 是个什么架势啊 哎 对对对 啊 这个圣贤哪 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 啊 那我呀 我这个罗官呀 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 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 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 哈哈哈哈 哎 听我说呀 在皇上面前呢 官屋大小 三跪九寇那就不说了啊 啊 那个腰啊 那个腰它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 是不是 啊 是是 我说小儿啊 小儿 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啊 不在那驼背不驼背 你看见没有 这驼背 是驼背吧 是驼背 啊 当年呢 我娶的那个媳妇啊 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 如花似玉啊 啊 许是没相亲吧 怎么没相亲呢 岳丈看了 他也亲眼看了 哈哈哈哈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哦 那就是没人哪 又一张巧嘴 不 哪啊 那没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哈哈哈哈 是吗 不是啊 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 我跟那个媒妇说呀 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 啊 救那个刘某人 救那个刘 救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 明天傍晚的时候 要从这个街上路过 是打急上回来的 你们全家呀 就站在窗户口 就能看见他 到了第二天傍晚呢 我就从急上回来了 身上背着个锅 还背着锅 这媒妇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 说你们看哪 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 他还背着个锅 他背锅 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 我岳丈说了 没事 那背锅怕什么呀 我岳丈他说没事 就这么地 我站在当街上 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 我要让他们哪 像像面 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 那脸如满月 是眉清目秀 不像现在这样 那时候比现在漂亮 一香就相中了 二话没说 当年夏彩礼第二年迎娶 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给我娶回来了 老爷这是说笑话 他是下其赢的 那成亲以后呢 成亲以后 成亲以后 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官 就不答应了 去找那没人讲理 那没人说了 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 说我指着你们的成龙快婿大声的吆喝 说看哪 看那个刘某人 那个主 他是个背锅 你们都说没事儿 背锅怕什么呀 我还得跟你说了 这个背锅呀 在我们的家乡话呀 他就是罗官 知道不知道 知道 那没人才有理呀 他说我说 他这个背锅 他就是个罗官 你们说没事儿 哪怕什么呀 这下好 木已成舟 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说什么 说的我岳父大人呐 是哑口无言呐 别傻乐了 茶喝够了 喝够了 好好好 谢谢了 谢谢你的茶 先生 得赶路了 好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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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镜呢 眼镜戴帽子里头 找着了 眼镜戴帽子 慢走 糊涂了 回吧你 回去吧 回去吧 慢走 回去吧 走了 你看什么不读书 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 好 客官 我是来送茶来的 进去吧 好 客官 给您送茶来了 放桌上吧 跑步 看 您看 快 这你不知道 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 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 用了有欺金之罪 要杀头的 你看 这是乾隆万岁爷的玉宝 过来 你也磕几个头 好 万岁爷 大胆 大人饶命 你这个贼人 竟敢道歉万岁爷的宝膳 胆大包天 并非小人要到玉膳 请大人容小人把夏清禀报 再杀小人不迟 大人饶命 想吧 是老爷 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 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 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 万岁爷怪罪下来 小的救命伙计把玉宝请来 小的好辨认辨认出 是万岁爷的玉宝 好 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 给万岁爷的闪磕头呢 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 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都通通走 大人 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 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 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鸾宝殿 小的的话句句是真 句句是实 大老爷 你饶命大老爷 大老爷 这怎么了 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玉膳 还要接驾护驾呢 皇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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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雅 朕念你忠心伺候 来 封着店主为四品官 封这小二为七品官 臣谢主隆恩 謝祖隆恩 謝祖隆恩 快去信華村 把那陳年分酒從地上挖出來 獻給萬歲爺 快去 福太大人 聽說皇上來到了我們山西 整個太原府都傳遍了 就你還蒙在鼓裡 萬歲住在興隆客棧 他老人家來了這麼多日子 才把你那點事查明白了 這麼說咱們得接駕 皇上此次西行 一沒傳聖旨 二沒下文書 咱們不知者無罪 可現在知道了 還不快去接駕 大人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給你 拿了我看看 拿一下 拿一下 拿到 拿到了 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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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住店啊 去, 把你們的店主給我叫出來 是 長官, 來了這麼多官 怕什麼? 你我也是御風的官 年兄情了 小小的店老闆 你跟我堂堂的知府 稱什麼年兄年弟的? 知府大人有所不知 萬歲也住在小店 也是我接駕有功 昨兒個萬歲也封我為四品 你也是四品 咱倆不是年兄嗎? 難道我稱你為年兄還錯了嗎? 人兄 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 請你啟奏萬歲 就從山西河府官員前來參見我主 好 是 山西之府許明堂率和府官員前來叩見皇上 是 巫王萬歲萬歲萬萬歲 愛情平身 謝萬歲 對 東家 您看看 前面就是了 在前這兒 先客來飯莊 這可就是桂懷太家開的 請 那邊請 請 東家請 請 剛來的呀老兄 你老家在哪兒 我老家在哪兒 我說羅鍋子 這先客來的飯莊 是山西巡府桂懷太太的婊子 胡是來胡大爺開的 這太原府的十大飯莊 他都是老板 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好啊 你要是識趣啊 吃完了飯 喝完了茶 走人 要是不識趣 打了你 還拿你見官問罪 東家 你看 他們多橫 來 我來跟你說句話 你還真有點苟障人事啊 什麼 你敢罵我苟障人事 不是嗎 小二 生意人 何氣生在 是 是 這還是句人話 你也不要得了便宜賣乖 請 三位 喝茶 要什麼茶 自個兒帶了 坐 掌聲 拿走你這髒的茶碗 我給您氣生啊 你這是人倒的水嗎 爺爺我累了 吃點點心吧 那不是快到了嗎 頭裡就有吃點心喝茶的地方 走吧 走 走 老頭 喝茶 喝 喝 喝幾個 什麼叫喝幾個呀 一個人一個碗 那就喝一個 倆人那倆碗叫喝倆 明白嗎 我喝 我孫子他不喝 他吃點心 您就來一個碗就行了 喝一個 回家去吧 在這兒就得喝三碗 懂嗎 喝三碗 我一個人喝茶 我幹嘛喝三碗 你們這什麼規矩 這是 什麼規矩 這叫有益算益 就算有益算益 那我們也才倆 倆 那楊呢 楊楊喝茶 你這三座 我這一個座三錢 三個座是九個錢 你不喝三碗我喝 我 我說我這都活了七十多了 我沒聽說過楊喝茶 他沒聽說得多著 走吧 咱們走吧 咱們走 孫子走吧 我們走不動了 讓咱喝啥就喝啥吧 小二 小二 過了 我們喝啥 喝啥 喝啥 這不結了嗎 真是 等著吧 待會兒還有你一碗 吃吧 吃吧 大友陽那天起啊 喝茶你是頭一份兒 喝吧 喝吧 東家 我去去就來 我說這位老哥呀 您坐著 您坐著 坐著 這家店太難橫 我去去就來 你等著 別動 別動 等著 別動 這位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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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羊有多少隻啊 二十來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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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借我一用啊 您借他幹啥 我呀 就是想借羊一用 來 這是點碎雲子 作為定銀 你拿著 那好 謝了 不客氣 你看 把羊趕到那邊去 走 去那邊 走 走啊 你 怎麼回事 諸位 諸位 不要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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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你們的茶 吃你們的飯 剛才這位老者 要喝茶 這跑堂的說 你喝茶 楊也得喝茶 這是你小二說的 是不是 這就是說 這個店 不光賣茶給人喝 這個店 還賣茶給楊喝 今兒個 我交給這些羊擺個茶局 小二 上茶 這錢 我來付 小二 幹什麼 反了你了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老闆 綁了 綁了你 混賬東西 你人家 人家 你怎麼回事 我有點出力 我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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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喝 喝 大人, 您来了 反了你们 还是他, 他们是一伙的 把他们给我带走 走 走 和尚错了, 他庆乃不是你庆 你庆乃不是我庆 什么道理 庆一直守法, 非法不敢出生 和尚又错了 你生非生, 你法亦非法 和尚没有扇子, 所以和尚是庆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 叫你不要管闲事, 你非要管 这下好了 你说你 我的脾气 自个儿不愿意受气 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 最近皇上在太原 诸位要多加点小心 大小的案子 该审的审, 该盼的盼 徐大人 上次把羊轰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 还关在牢里呢 他们的胆够大的 一会我要亲自审问 站住 他是皇叔子来见皇上 启离万岁爷 皇太子求见 让他进来吧 赵 儿臣叩见父皇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还要求你 永远 孩儿在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一半礼佛, 一半体察民情 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 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启离父皇 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 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 还敢撒谎 父皇息怒 父皇受罪 山西地方实在民不聊生 儿臣万岐之后 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王法的材料 父皇 永远 你与朕 是父子又是君臣 作为子 你尚不兴孝 作为臣你是一君一儿为之 父皇 不必多说了 拿上朕的这把龙前剑 自裁去吧 父皇 父皇 还不领着献恩 遵致 成功 誰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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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人 我二人身犯合法 把我们押到此地 是啊 师爷 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一直关着 没离开过大牢 没离开过大牢 这就怪了 这个人与皇上向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大胆刁民 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 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 如此罪恶行径 本官怎么能够拿你们 你们二位见了本官 一不失礼 二不下跪磕头 无师王爬 该当何罪 下跪 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 我现在上跪过天 下跪过地 中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 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 本官问你 家住哪里 姓名谁 家住北京紫禁城 敬爱秦觉罗 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你说你是乾隆爷 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 你可认识我 许明堂 就是把你莫成了灰 朕也能认识你 师父 我来找您来了 施主 你捧这个箭干什么 这口箭是当今万岁 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你是皇子 对 皇十五子 父皇让我以此箭自裁 就是那位住新龙客栈的皇上 当然 还能有两个皇上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 至少我见到的那个 他不像是真的 你可千万不要自裁是我阿哥 这样吧 我先替你找个地方 你先躲一躲 等危机过去以后 你再出来也不迟 我听师父的 来 诸位 都知道了吧 太元府来了两个皇上 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 你们看该怎么办 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 当堂对政 这东西不错 落叫 大人请 大人请 年兄您又来了 烦请年兄启奏万岁 就说山西之府许名堂参见万岁 年兄请 请 站住, 干什么呢 太元府之府求见万岁 启禀皇上太元之府求见 不愿意 让他进来吧 我主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许爱卿啊 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臣前来迎驾 迎驾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 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万岁自来到太元 衣食住行 人身安全 各府人等都不安心 为此大家计议将圣上移至太元府 还是不住那好吧 万岁一日不移 臣一日寝食不安 好 难得你们这样忠心 那我就一驾太元府 谢万岁 百驾太元府 万岁请 请 徐大人 回头找个机会 把皇上杀了 杀皇上 杀真的 还是杀假的 真中有假 假中有真 要把真的 当假的 然后啊 嗯 我说 诸位 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 都叫万岁 我觉得有点儿别扭 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的时候 先站脚二位 我说 二位 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一个知府审良皇上 不管你们谁是真的 都得恕我无罪 徐兵堂 你少啰嗦 快快审来 爱卿不要害怕 朕赦你无罪 您说话我听着颂耳 二位 看这个案子怎么个神法 许致富 去明朝 你真是酒囊饭蛋 您别这么说话 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没能明白呢 大胆刁民 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 招摇撞骗 你罪也该万死 来人 把他拉出去 给我杀了 你敢 慢 二位都不要动怒 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 有什么凭据 凭据 预膳一把 我说 我说 你这把扇子是我的 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 偷来的 真是笑话 朕威夫四方从来都带这把龙扇子 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假的吧 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笑话 没有龙印叫什么玉扇 您说说 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朕的玉扇是龙头印章 上课有朕的名讳 那就都盛上来 盛上来盛上来 本官看看 诸位 你们来看看 来 过来看看 看看 这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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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 好 回去吧 是真的 是真的 请问二位 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 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你说说看 既然是私访 当然有他的特别之处 朕量你也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名为私访 实为自我发配 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这是怎么可能的 这怎么能自我发配 就是 这是怎么可能 诸位 朕要求自我发配 自有朕的道理 是刘悠参了这一本 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 朕脖子上现在就带着刑具 刑具 什么刑具 一练一条 链子在哪 脖子上 谁有谁就是真的 没错 你等着 我拖给你看 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你说什么 朕量你也拖不出来 可是 这 看 你看 怎么样 还有银链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他给我拿下 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 快 大胆 把他杀了 来人 给我拿下 你快 徐之府 你慢 你慢 你个许名堂 朕脖上也有银链一条 也有那黄埔兜兜 你看 大胆的贼人 大胆的贼人 你看 看见吗 走 看 谁知道谁是真假 他是假的 诸位 各位 阿弥陀佛 一颗胸襟没烧藏 贼人 富贵荣华 不久成 这个何让他呢 你怎么来了 贫僧给皇上请安 免礼 诸位请看 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 大伙仔细看 就会看出许多破绽 他没见 他没见确实有一块痣 虽然被点化过了 但还是露出了痕迹 别听他的 大胆的和尚 诸位爱卿 不要信任一派胡言 诸位 柳悠 我来帮你们变个真假 皇上自我发配 不才由刘庸 陪伴左右 周庆叔 你能帮我变出个 假罗锅子来吗 刘庸 周庆叔 此人叫周庆叔 曾在京城假冒皇上 被皇上判了公刑 那个地方不能看 来吧 架上 我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来吧 来吧 看看 看看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还真结实 看看 大胆奴才 你看看 牛皮胶沾的 看见没有 牛皮胶 头发 头发 茶子 桂怀太 山西巡抚桂怀太 桂大人 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 出来啊 出来出来 万岁 是他只是我干的 你 微臣该死 请皇上受罪 万岁饶命 大人 桂怀太 你说 拿下 快追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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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签 行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来 孩儿给父皇请安 永远 十五阿哥 你怎么捧着这把剑 启禀皇上 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财 什么 这 他 他说我子不从父 臣不听军还卷入了地方正式 皇儿 你是按阵的旨意办的吗 父皇 我西行已二十日明察暗访 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参谁 参巡抚桂怀太 这位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 两个道太太 我参谈他们十八款款款式式 好 皇儿 将你的奏本乘上来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 他是要朕亲自看看 山西逆智之坏 来人 把桂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走 走 走 父皇 放着吧 谢谢师父救我 这是你有道有福 岂是外力所能相抢 万岁 请您收回赐她的法号 让她还俗 让她和银红姑娘涌结勤进之好 什么 皇上 阿弥陀佛 皇上 贫僧臣愿已了 情愿已了 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发号了 李靖 李靖是谁 李靖是你 现在只有道计 没有李靖 你看 您好想看 您怎么看 杰怀太也干掉了 干掉了大人 好 好 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全天大人在这 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 他们二人当场毕命 当场毕命 好 好 你们两个可谓功臣 全民大人在 喝酒 大人请 你们有功之臣吗? 应该是你们先请 好 好 大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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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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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